矿业法修正进入朝野党团协商 并以军召协商结论通过 矿业法修法有望在这个月底三读完成 当中与原住民族相关的修法重点之一 就是在评估业者矿业权废纸的单位中 若牵涉原民事务 就需纳入中央原民主管机关 就是以后不是由矿物集说有正当理由 你就可以继续采矿 那个矿权几十年在那边都没有采矿时机 所以这个呢就在原住民地区 就必须由恰询我们中央原住民主管机关来定职 但是因为这里是只要设任何原住民事务 所以我们认为要把地方跟中央用货把它写出来 但是我们不会说该去问的就只问一个 另外最大真点就是在矿权展研 需不需要再做一次还评或是资商同意 这次修法转以矿业用地的定义进行把关 不再是以面积定义 而是以用量及开采最终高层评估 若业者开采到了当初核定的高层数量 就必须重启所有申请程序 包括土地三观文件以及十一张同意流程 我们把把关的机制放在矿业用地的话 那每一次的矿业用地在经过还品的程序里面 把关过了 那他对环境的冲击 经过专家经过环保单位的这个把关 有给他许可的量 给他允许开采的这个最终高层 而这条说法也让矿业法抹去霸王条款 一次同意万年同意的骂名 尤其在资商同意流程中 经济部也将拟定业者进行部落资商同意的相关指引 虽然立委们乐观其成 但对于资商同意的源头 立委强调未来圆明会仍需将相关规范定定清楚 一直以来是因为圆明会没有办法在他的资商同意办法里面 把相关进行资商同意所需要的清楚的规矩跟规范给弄清楚 所以常常让大家在做资商同意的时候 会有莫衷一事或各做解释的这个状况发生 洪生汉呼吁 圆明会还是得把资商办法定定清楚 让未来各部会或民间业者 碰上需要圆明资商同意的事物 都有依据及标准 不过这次修法大工程即将落幕 立委还是期盼 矿业法新气象 能在业者、圆明以及环境间取得平衡关系 也是新闻老师嘎哇立法院采访报道